每年四月在南台灣墾丁 登場的春浪音樂祭 今年慶祝十週年 特別企劃王牌陣容 網羅蕭敬騰 叮噹等流行樂大咖開唱 表演尺度不奢限 熱鬧的音樂跟情歌 Rock Disco都是絕對會有的 所以我相信期間一定是這個 可能大家一直都習慣聽我唱情歌 但當天其實自己 也不會讓自己太安逸 希望可以能夠有比較 比方說舞曲啊 比較性感的部分這樣子 然後有Rock的部分 另外張正月和MG Hard Dog 等嘻哈饒舌的治療人物 則是春浪場客 到時候也會帶來盛大的嘻哈派對 跟他們在一起 就可以回到那種很嘻哈的感覺 我是覺得還蠻爽的 因為我自己也老了 有時候像熱狗說 爛那個氣氛 我就也不想爛 然後就覺得有點累 但是跟他們在一起 就回到年輕的感覺 至於藝人是否適合 代言酒品的話題 最近引發熱烈討論 張正月和蕭敬騰 都代言過酒類產品 認為藝人代言 和酒價沒有直接關係 相信台灣民眾 有一定的致志力 代言這個東西 其實就見仁見智 要嘛就提高 那個酒的售價 要嘛就是在那個酒瓶上面 有很多的這些警示這些標語 並不是說我們代言酒類 就是提倡說 酒後駕車 賣房子就是提倡炒房 賣泡麵 就叫人家不要吃飯 不是這個邏輯 對 就是說讓大家有自己選擇的權利 對 所以大家並不是這麼無知 我覺得 不過蕭敬騰也表示 政府官員的想法 他也聽進去了 會慎重思考 每次選擇工作的方向 中央世界張志豔 王一文 台北採訪報導 我們視線一致好了 快左邊 謝謝 我們來訪問 我們來訪問